以火中取律方式投资 其实只是一场靠运气的赌局 而在一个跨越十年 价值200万美元的真正赌局中 巴菲特就证明了 投资可以是稳定增长 他选择平淡乏味的道瓶斯工业指数 就已经有平均每年16%的回报 轻松击败前来挑战的对冲基金 其实跟能力和运气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步伐 单纯感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波动 定期投资的良方 最适合为时机游异的你 忘记火中取律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尼华星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 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哈啰,你好 你們好,現在是3月23日,星期二,11時23分 大市一般的,跌了440點 昨天,前晚很晚,拍了一段片 前天跟第一時分的CEO做了訪問 他在北京,需要少少技術調整 終於這段片拍了出來 亦都希望大家有時間看一看這段片 這段片其實都問了一些比較深入的事情 在發展上,等一會再跟大家詳細講 這方面來說,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說回市場,今天來說,跌了下來 成交不是很大,823億 可能另一樣東西都是受到北水的影響 因為北水今天,我今早看資料的時候 都是流出了4億,現在流出了8億 所以整體來說,整個形勢都是反反覆覆的 北水都不是很一致性 而昨晚,杜瓊斯升了103點 NASDAQ升了162點 S&P升了27點 杜瓊斯收了32,730 NASDAQ升了13377 他的五十天線是13429 仍然壓住了NASDAQ S&P收了3940 主要原因是聯儲局以息後的聲明 解讀仍然會維持量化寬鬆 收水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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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由1.729厘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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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因為如果扯到2厘以上,他都會多多少少都要被迫 要做一個知識率的舒緩行動 就是反過來沽短債、買長債 變成令短期息口都會有壓力,向上的壓力 這個當然未發生,他一直聲明都不會發生這件事,不想做這件事 所以暫時這件事就沒有構成大影響 但是看回北水的流向,暫時來說就一般的 一日升一日流入一日流出 而很明顯見到昨天的北水來說 你看回美團繼續流出 美團在上交所流出了1億 深交所流出了10.3億 總共加上了12億 接近 以美團來說都不難怪的 為甚麼呢? 就是他都會在這個星期五公佈業績 預料業績經營的日利會下跌了30%多 在拓展社區電商的投入 中長期的策略方面 估計會有受到近期監管機構的打擊壟斷 以及格格戰會造成影響 所以我看騰這個美團來說 從現在的位置來說 就不是太理想 現在是306.6 看回近期來說 他都是在尋底的 輾轉尋底 去到甚麼位置才能站定呢? 我相信短期上次說是300元 300元是定了在這裏 但300元是否真是個底 都要再看看 因為如果業績出來都不太好 因為業績公佈期到 炒業績期的話 有機會再跌深一些 所以大家留意著 美團來說 有貨都是那句 之前買下了 或者是長期持有的 都應該減持一些 不應該長期持有 另外有粉絲問過 就是941中移動 可不可以繼續買一些 或者再加碼再買一些 因為近期表現 看回941的表現都是非常好的 但近期又回跌 見過58元左右 就開始輾轉回落 來到這些水平 進一步集結 來到這些水平 有沒有機會再升上去 升上去都有機會 因為始終北水賣了不少 過去中移動 但近期又見到北水有些流出 昨天北水上交所流出了3.57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移動其實可以這樣說 雖然受到政治影響下 很多內地的資金 湧入接了這些貨 中移動 其實市場的流動性是少了 但不是表示中移動會大升 始終中移動這一類很成熟的電訊股 只可以令到它有少少回升 因為始終這個高增長股來說 就仍然有個下跌的空間 所以中移動來說 就應該要比較深深一點 但是你換馬換下去看位置 如果中移動能夠回到50元左右 你不妨作為換馬對象就可以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買入或者再加馬 我不建議 因為始終中移動雖然受到資金供求關係 有不少貨就落入內地的資金 但是你要再上升的話 就有一定的難度在這裏 至於另外就是港交所 港交所近期北水都有跌到的 港交所就跌了少少 另外就是北水也流出的 昨天來說看數字 是流出了1.6億是上交所 深交所是3億多的 加起來都差不多接近5億 北水近期都是港交所的流出 但是看港交所 因為很多中概股的回歸 還有很多新的策略在互聯互通 我相信帶來很多機遇 還有成交量 藉著北水的流入 和中概股的回歸 加上更多新股上市 這方面來說 對港交所未來的利潤 會有一定的提升 現在大概都是12億一日 以現在這樣的水平來說 港交所都還有 現在來說距離合理值 就不是差很多 所以都是那一句 近期見過大概低位 在430元左右的低位 在430元 大概400到425元這些位 就是它的一百天線大概是440元 所以靠近440元一百天線之下 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有流出北水 但是展望未來發展都是空間大 而另外就看回騰訊 騰訊北水流入了昨天加上7億多 騰訊今天有回少少 在龍頭科技股裏面 一定是騰訊最好的 因為始終它的組合 本身的業務組合 沒有那麼容易受到一些相關的打壓 影響那麼大 亦是比較平衡的業務線 所以回到近較低的位置 大概近期來說 最低有一天就落到613元 其他的日子就在620元那裡頂住 620元以下 看看外圍整個市況如何來決定 可以著兩到時才買些 如果市況再差一點 那就600元邊 這些都是一個挺好的換馬對象 市況不穩定下 就應該換馬回去一些 這類股份 388元 即是港交所 或者是騰訊 700元都不錯 那麼小米又怎樣 小米就是7.5元 25.8元 跌了3.5% 跌了差不多近1元 北水昨天也有入小米 流入了差不多4億的錢 上交所、深交所加起來 上交所1億多 深交所3億多 加起來4億 小米也是那句 近期動作頻頻 會有新的發展 這方面來說 對於小米來說 會有更多的業務發展空間 但是始終暫時市況外圍 整個大市市況未為很穩定 加上政策上的東西 在美國那邊 也都是贏了一頓訴訟之後 會不會又重新 納入回指數呢 這個是未知之數 在一些微明朗的因素底下 會都是雜幅上落 見過大概高位之後 現在來講 就在25.8度 我也曾經跟大家講 在27元流上 近28元 結果最高都是去到27.5元 27.5元都去不到 不妨先走一轉 買了小米牛的那些 例如早前瑞通提供我講過的 53727 都可以走一轉 先沽出 何時買回呢 等一等 等它去不去到25元以下 25元左右 這些位置 20天在24.98元 10天在24.98元 兩個都差不多近25元 穿25元少少 可以到時才著兩買回 小米是採取一個 短線少少的上落市策略 都是不錯的選擇 中海外發展 中國海外688 也有北水入 深交水入了2.8億 今天跌少少的 中海外也是那句 極度偏低 你買的話 就靠著一條十天線 十天線在大概20元4毫 20元4毫底下的位置 就是20元到20元4毫這些位置 才考慮 目標就可以 因為近期70個大中城市的數據出來 頭兩個月都是不錯的 銷售情況和價格 都會繼續做好一點 目標位 因為現在市況還未穩定 放短一點 大概是 22個半圍目標位 另外內銀 之前提及的 和大家推薦的招商銀行 當時是57元多 目標是65元 結果近期最高去過64元多 挨近65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走到 有走的股份就恭喜你 內銀來說 因為業績公佈期快到了 所以很多內銀 受到業績的憧憬帶動 會做好 都是上落市炒作 招商下60元左右的位置 就可以賣入 其他好像建行、工行都提過 暫時這些股份 都是處於一個上落市的位置 暫時不是很大上落 都是短線少少 譬如建行有北水的支持 都流入了1.8億 昨天 工行都是一個上落區間 大概5.3到5.7左右上落 中國銀行是2.91元 當時建議大家買的時候 大概2.7元多 現在上來2.9元這個平台 現在很雜幅上落 都是靈活處理 說回衍生市場 衍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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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市場之前 就是想說說 八度 八度就上市了 252元上市 現在253元 升了1元 八度來說 衍生市場 衍生市場 明天就會出來 卵的行使價 就是有14800 明天見到 就行使價238元 都是價內 少少價外的 就是268元 就是14794 詳細可以看看下面 那個網站 稅通的 看多些資料 喜歡玩卵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但要注意風險 始終現在市場波動大 走短線 會比較理想 至於 講回八度 八度 他就252元的上市價 其實他的股值來講 市盈率大概25倍 市盈率就是3倍 遠遠落後過美國的同業 百度 百度是最大的搜索引擎 它在美股來說 都在最高的位置 去過354.82元 美元 下跌25% 在高位下跌下來 當然比起今年的年頭 去年年尾 都仍然有上升 上升不少 但是 以現價的來講 他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從股值上來講 中線 如果要靠近上市價 都不妨考慮一下 作為中線部署 因為他本身的 現在的業務 不是純純搜索引擎 當然搜索引擎 跟他現有的AI 智能業務 人工智能業務 以及移動生態業務 垂直社區移動生態業務的發展 是息息相關的 包括他的最強的地圖 搜索引擎 所以未來的開展 他這個集資 都會傾向於 在移動生態的社區垂直服務 進一步再擴張擴展 人工智能方面 APOLO在汽車上 智能駕駛得到很多試驗牌照 在海國、美國 內地都有很大的發展 所以在智能駕駛 人工智能的自動駕駛 這方面 以及相關的出租車 巴士等 有很多發展空間 還有AI芯片 都是一個很強的研發團隊 無論是IaaS、IaaS、PAaaS、SAaaS 都有很多相關的發展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看百度 都不用詳細和大家說 大家都明白 百度是一個全球最大的 在AI市場發展的公司 買它是買將來的 就不買過去的數據 和派息派多少 所以這類股份 大家要有一個計劃 作為一個中線的部署 都是不錯的股份 非常好的股份 至於昨天的影片 拍給大家的 是第一視頻 第一視頻 其實和彭總的CEO 在北京 我們經過了一個Zoom 和他詳細去副析 其實看回第一視頻 他現在的轉型 是有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在瘋狂體育 瘋狂紅丹 在線上諮詢 有2億的用戶市場 在這2億的客戶群裏 有很多在海外賽事 分析、預測 這方面帶來很多的收益 無論月費、斷次收費、年費 這些互動的收入會很大 還有就是線下的體彩 和便利店鋪設 現在已經鋪設了十幾個城市 在三十幾個省市裏 已經鋪設了十幾個城市 據昨天的影片說 有二千間以上的店 和他開展 未來都是一萬、兩萬、三萬的店鋪設 未來這兩三年 這方面來說是輕資產的 因為這些機器是屬於體賽公司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只是給了一些壓金 而另一件事就是 他在這個機器 好像是ATM機 那樣的售賣機 其實也有二維碼 所有的東西 加上一條龍配套服務 包括瘋狂紅丹的諮詢 賽事的諮詢等 這些東西 增加到他這方面的協同效應 所以這個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幾重要的 就是昨天可以看到的 就是和海南島自貿區的合作 這方面來說 就是他之前已經得到FIPRO的IP 主要的國際球星IP 加上中超 之餘在實體賽事競猜 在線上做實體賽事競猜 而換取積勳 積勳而是可以落地海南 去換取禮品 促進海南的消費 增加海南島的稅收 這個合作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我自己看線上的東西 始終都是很厲害的 過往他已經在瘋狂紅丹 和很多大的電商已經有合作 這方面來說 現在海南島的合作落地 就經他做很多線上的遊戲 線上的實體賽事競猜 而加上 昨天說過 火幣區塊鏈業務的技術合作 這主要是開發在未來 用了應用技術來講 在積勳的換領上面 和賽事競猜 遊戲方面 再進一步的完善化它 這帶來的機遇都非常大 你看到他一步一步一步一層一層去鋪設 和準備演化 我相信公司來講 是做得很好 我自己看回 未來的發展的點都很大 至於你說看目標位是多少 暫時因為他的發展空間這麼大 很難定到一個 這個兩三年的目標 就是要看一下他的發展情況來定 但是初步目標 我自己看 現在以他的發展速度 加上去年 將非核心業務 已經剝離了 該剝離的剝離 該賣了的賣了 該結束的結束 的話 今年開始打後 都是淡淡肉的了 都是賺錢的 都是盈利來的 所以我看來講 今年比較保守 都是看大家過意到的目標位 當然看半年成績之後 再給大家一個新的預測 當然這個過意 不是講這兩天的目標 大家不要太過去看 我們現在市況不穩定下 慢慢他的業績 各方面的東西出來 你就會看到成績 這方面 我就有這樣的看法 很多就是大家的收看 以及都是這樣說 星期四的晚上六點半 我就會和大家做直播 帶來一些新的朋友 都認識了很多年 在這個金融市場 大家都有一定的資歷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在投資上面 解決你們股票的問題 當然解決不完 但是盡量 以及在投資的理念上 在現在的市況 開始又震盪 又走到七八九月的時候 去年 怎樣部署 怎樣算 怎樣做 夾集著很多的各種因素 希望慢慢去和大家剖析 以後都會是星期四 盡量在晚上六點半 就開一個直播的頻道 開這個直播 就和大家互動 多點溝通 剛剛開始 有賴你的支持 多點和你的朋友 介紹給他 去收看 這個頻道的成功 就有賴你的支持 都是不厭其煩這樣說 多點去按訂閱 介紹給你的朋友圈 按全部 中中按全部 和點讚 多謝大家 說到這裏 拜拜 已經有平均每年16%的回報 輕鬆擊敗前來挑戰的對沖基金 其實和能力和運氣無關 簡簡單單的指數投資 已經足以帶你跟上世界經濟的成長步伐 單止這樣 面對市場的起伏和波動 定期投資的兩方 最適合為時機遊二的你 忘記火中取栗 投資其實是一個雪球和斜坡的商譽 世界的斜坡已經準備好迎接你這個雪球 或者 你選擇投資一起成長的美好生活 我們也建議不要錯過可以改變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資那些強勁的增長 尼華星 投資全球的指數基金和優質指標股份 收獲成長的禮物 投資本應如此 在靠近的世界上 我們在靠近的世界上 也有很多人在靠近的世界上 有很多人在靠近 未來的遠迷 也沒有錯過 我們在靠近的世界上 我們在靠近的世界上 最佳的世界上